这是二战时美国士兵必须学会的一句中文 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将和中国联手对日本进行长达9个月的轰炸 1941年日本占领中国大片土地后 野心日益膨胀 开始向东南亚扩张 由于影响了英美的利益 于是美国开始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 这对于正在进行扩张的日军来说 无疑是致命打击 而日军当时的储备石油最多只能坚持半年 根本无法补充巨大的战争消耗 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 此时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北上去苏联抢夺物资 或者南下占领东南亚地区 很明显苏联肯定打不过 而东南亚的海上运输 主要苏纽又是美国的珍珠港 即使占领东南亚石油也无法顺利运输 于是日本决定先摧毁珍珠港 再南下占领东南亚 1941年12月7日凌晨 日本海军派出六艘航空母舰群前往珍珠港 为了不被发现 途中舰队保持彻底无限电静默状态 就这样悄悄地靠近珍珠港 早上六点 随着异声令下 航空母舰起飞了183架飞机 穿云破雾呼向珍珠港 而此时的珍珠港内 有的人正在享受清晨的招扬 这时美军雷达也捕捉到鸡群 但却以为是自家飞机 于是放松了警惕 甚至还自豪地敬礼 但随着一颗鱼雷投下 划破平静的海面 接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日军开始对珍珠港 发起疯狂的攻击 士兵们根本来不及逃跑 美军愤怒地想要发起反击 但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 因为日军已经完全掌握制空权 飞机还没起飞就会被摧毁 而这只是开始 随后日军派出轰炸机 瞄准亚利桑那号战列舰 炸弹落到亚利桑那号的弹药库 瞬间发生大爆炸 珍珠港内升起百米烟柱 著名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就此沉没 舰上的一千多名水兵全部牺牲 珍珠港内恍若人间地狱 终于好不容易熬过第一波偷袭 美军以为噩梦结束了 但日本人根本不想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很快日军又派出167架战机 组成第二波轰炸 很快日军对珍珠港发起第二波轰炸 一名美国士兵驾起高射炮 愤怒地发起反击 终于给日军创造了损失 然而即使击落三两架飞机 也根本改变不了整场战局 随着伤员越来越多 医院的门槛都被踩烂了 医生一边顶着剧烈晃动的房屋 一边为伤员治疗 但日军根本不给机会 直接炸毁了医院 海上被炸毁的战舰即将沉没 士兵们试图找到一条求生之路 最终只能跳入水中 犹如热锅中的蚂蚁 日军用机枪在海面上疯狂扫射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沉入水底 这就是战争的惨酷 无论他们躲到哪里 都会被无情的射杀 由于机场被炸毁 飞行员们只能到备用机场准备起飞 可一架战机刚刚起飞 就被日军打成了筛子 幸好在大家的掩护下 还是有两架飞机成功起飞 但刚开始发起反击 身后的日军飞机就追了上来 子弹不停地在耳边扶晓而过 虽然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更为先进 机动能力更高 但美军驾驶员的技术高潮 用默契的配合 让日本的战斗机枪撞 终于脱身的他们 终于可以发布反击 之后接连击落日军飞机 山本56舰情况不对 立马命令撤退 原本计划的第三波也没叫停 因为他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 没有必要再浪费更多的资源 最终日军以29架战斗机的代价 摧毁美国主力舰船19艘 飞机188架 以及各类舰主 3600名美国人伤亡 医院里惨叫声此起彼伏 海面上的浮尸 让救援队伍不寒而栗 但此时 打了胜仗的山本56 却忧心忡忡说道 因为他们即将为自己的行为 突出接近亡国的代价 珍珠港被偷袭了6小时后 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紧急会议 痛斥日本的无耻行为 随后正式向日本宣战 但是美国和日本横跨整个太平洋 想要飞到日本本土轰炸 必须用航空母舰 把飞机载到合适范围 但日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到时候美军的损失会更大 但总统却不在乎这些 装腿瘫痪的他 用尽全力从轮椅上站起来 美军为了报复日本 卸掉飞机上所有武器 把折断的扫把涂上黑漆 放上去冒充机枪 目的就是为了给飞机减重 带上足够多的导弹和油 因为他们计划 在距离日本800公里时 就让轰炸机起飞 航母直接返航 轰炸机轰炸完后 直接飞到中国降落 中国也答应了合作 为此他们临行前 特意学了一句中文 1942年4月2日 珍珠港被偷袭5个月后 美国大黄蜂号航母 搭载16架改装过的 B-25轰炸机 朝着日本的方向向进 4月18日凌晨 16架B-25轰炸机 依次从甲板上离开 中午12点 他们成功抵达东京上空 首先对日军的兵工厂 发起复仇 头下印有珍珠港事件 牺牲同伴名字的导弹 此时的日本人也终于感受到 珍珠港是美国人的痛苦 然而这只是刚开始 随后他们接连轰炸了 横滨 神户等人口密集的城市 尽管这次轰炸 最后只造成了50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但这次美军只派遣了 16架战斗机 接下来 从1944年到1945年 美国派出空军 对日本的98座城市 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轰炸 出动了轰炸机3.3万架次 投出的弹药多达16万吨 造成日本50万人伤亡 全日本30%的房子 都被炸成废墟 尤其是日本的首都东京 是破坏最严重的城 也是人类历史上 死亡人数最多的常规空写 全城50%以上的建筑被崩毁 100多万人无家可归 但尽管这样 日本天皇依旧拒绝投降 美国人彻底怒了 不投降 那就打到你投降为止 于是1945年8月6日 上午9点 美国一架B-29轰炸机 在日本广岛扔下了一颗 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 45秒钟之后 炸弹在离地面600米的空中爆炸 强烈的光芒笼罩整片大地 轻刻之间 城市升起巨大的蘑菇云 广岛市彻底沦为一片湖海 即使远在16公里外的地方 人们仍可感受到闷热的气流 当时广岛总人口为35万左右 当时就死了8.8万余人 受伤和失踪的有5万人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日本还是不敢投降 他们以为这种规模的武器 美国应该只有一颗 而就在三天之后的8月9日 日本长期落下了第二颗 名为胖子的原子弹 美国人也下达了最后通点 如果还不投降 那么整个日本都会被原子弹覆盖 这下日本天皇彻底傻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最终宣布 无条件投降 至此以9900多万军民为代价 20亿百姓数千连为代价 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终于结束了 答案 2 2 3 2 3 2 3 5